只有一路高歌猛进 沙滩美继续稳居全球市值最高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Caroline 原油价格销量齐升 链油利润率飙升 沙滩美宣布创下484亿美元利润记录 继续稳居全球最赚钱企业的地位 周日沙滩美公布了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 由于俄乌战争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 沙滩美在第二季度实现了484亿美元利润 同比增长超过90% 这是沙滩美自2019年开始 在沙特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 公布的最高季度净利润 今年上半年 俄乌冲突爆发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 原油价格冲高一度突破120美元 导致炼油利润率飙升 沙特阿美艾克森美孚和翘牌等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艾克森美孚第二季度净利润大增三倍 翘牌二季度盈利再创新高 虽然美国史上的最大气候法案即将落地 旨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但以华尔街为首的机构投资者认为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 依旧占据全球能源的80% 完全不投资化石能源是不切实际的 Binspring Energy旨在使用天然气氢气等燃料的新型发电机技术开发商 首席执行官Shannon Miller表示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完成新旧能源的转换 扎特阿美首席执行官阿密纳斯尔表示 预计未来十年石油需求将继续增长 截止2022年6月30日 该公司将其资产负债率从2021年底的14.2%降至7.9% 自由现金流同比增长53%至346亿美元 而以大多数西方大公司不同 其季度股息保持在188亿美元不变 并没有增加派息分红 而将利润压住至投资扩产 扎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密纳斯尔表示 尽管全球市场持续波动并充满不确定性 但今年上半年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我们的看法 即对能源行业的持续投资 对于帮助确保市场供应的持续性 并促进能源有序转型来说至关重要 纳斯尔表示 全球石油需求继续健康增长 如果航空燃料需求上升到疫情前的水平 这将给市场带来很大压力 如果 沙特政府要求增产 沙特阿美将产能提高到1200万桶每日不成问题 同时致力于到2027年 将原油最大可持续产能 从每天1200万桶提高到每天1300万桶 此外 沙特阿美正在积极寻求与合作伙伴合作 投资于碳补货可再生能源和轻能生产 作为其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的一部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